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想到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想到是人制不是法制 集权专制 共产整整的事 那么要了解一点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凭空而现的吗 它是从西方诞生然后莫名其妙的就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壤上来的吗 其实不是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基因就是中国 它从来不是柏来主 它根子重扎在中国原先的境界 我们说人制和法制 这是很多人嘴上最容易说的很好 但是真是这样吗 我们扪心质问一下西方说是民主自由 选票 如果选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多数不从少数 少数不从多数应该是这样的说法 那么少数不从多数 那我请问大家一下这是法制还是人制呢 也就是如果一个法令翻行之后 多数人认为这是错误的 那么它就必须改变 那么这到底是法制还是人制 如果是法制 哪怕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反对 百分之一的人同意 那也必须坚持下去 而且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历史大潮中 往往都是人赞成的法制错误 那么还有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党 所谓国家机器 那中国从一开始来说 就需要一个长城去保护自己这个农业国家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说 政府一向是可以相信 而西方的历史来说 政府是不可相信的 这个公元这个基因 来自于中国一开始的大义 来自于农业帝国 对于游牧民族 清扰的必须团结一支的对外 所以从中国的历史上来谈 政府一向是可以相信 而西方从来没有形成一个 大一统集成的国家 这导致结果是什么 政府是不可相信的 他们的民族选票 重要的问题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辅慰 中下阶层 通过一次选举 让他们甘愿接受 这些年来 他归于底层的地位 显然我们从深层来说 到底西方是法治 还中国是法治 中国颁布一条政令 决定一个战略 可以延续几次上百年 而西方怎样 只要多数人反对 就必须改变 那这到底是人质 还是法治 这是我们必须要顺序的 那从中国汉武帝开始 严铁论 当时就开始把重要的资产 收归国有 为何要收归国有 因为要集中力量去抵护外地 那今天的中国 中国所谓的共产党 真的是集团吗 其实中国共产党 还是遵循着 古来中国所做的说 是文化 也就是贤能治国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说是 有九千万人 包括他的家属 那我们说大概会有三亿人 这等于是整个 这个国家的贤能 是 他是撑起这个国家的骨骼 那么很重要的意义 既然骨骼争取 他怎么是集中的 这个我们就是说 第一次 我们做一个影响 希望大家通过我今天所说 不乐呀 你每次都爱有 nucleon 不乐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乐呀 谢谢大家 stretches 不乐呀